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剛剛談到了 就是說在國民黨的黨內初選的一些問題 還有一個就是說 韓國瑜他每個禮拜 其實都在辦大型的造勢會 感覺上好像沒有在當高雄市長 市長不在家 今天不發財 可是對於韓國瑜來說 他這樣子 因為他常常在請假 然後離開高雄 跑去各個地方去為了選總統 這件事情會不會讓 反而他會從高雄開始抒期 然後讓國民黨裡面變成兩塊 這邊是庶民欄 我們都在挺韓國瑜 另外一邊是菁英欄 理性欄這些 會不會讓國民黨有一種分裂的可能性存在 是有做文章的空間 但是目前以分裂來說的話是看不出來 因為抱歉不管說菁英欄也好 或是庶民欄也好 其實他最大的總目標是希望 明年換黨執政 換黨輪替嘛 所以這個總目標不變的情況之下 OK 就算郭台銘支持者 萬一郭台銘輸掉 他支持者我覺得也可以 接納其他的國民黨的候選人 因為再來第二個 郭台銘並不是個長期從事政治的人 也就是說他在國民黨裡面 或在政壇裡面 並沒有一個很明確的區塊 就是會跟著他走 不是說他走了 那這些區塊就走了 這些人就跟著走 不會 對 因為他是四月才加入政壇 可是國民黨裡面會有非韓不投 以及是韓不投這樣的爭議 你覺得這個還不嚴重 我覺得非韓不投的聲量比較大 聲量比較大 你也看到很多的民調 就是說當把這個假設萬一 韓國瑜不參加大選的時候 很多韓的支持者會轉到 柯文哲那邊去 並沒有轉到其他 沒有完全轉到其他國民黨候選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照理說柯文哲應該是跟國民黨是完全對立 柯的支持者 未必 未必 對 柯的支持者跟國民黨應該是不通 理論上幾年前是不通的啦 幾年前是不通 但現在居然會通 現在很通了 現在通了 就有一部分竟然是通的 所以我覺得在非韓不投的這些朋友裡面 也許到大選裡面 會不會有一些跑去柯文哲的 如果韓國瑜不在名單裡面的話 所以韓國瑜的命題很重要 第一個 他的副手非常重要 韓國瑜的副手非常重要 必須補他的一些缺點 不夠的地方 不足的地方 要把這一塊把它補進來 特別是對很多精英 可是他這樣要補一個全財型的 因為他不足很多 不會啦 韓國瑜沒那麼差 韓國瑜要把他看得那麼差 其實他是 我覺得他在這個決策的這個 堅毅的程度啦 決策的那種堅持度 我覺得他是有著決策力的人啦 你覺得他走出王小姐的陰霾了嗎 這看起來沒傷嘛 你上禮拜五指甲這樣 三番兩天的這樣去爆料什麼 看起來是沒傷 反而幫他在上禮拜六聚集了 意想不到的人潮 可是有一些民調顯示 其實高雄市民是過半 甚至到達六成 是不希望他去選總統 台北市民也是一樣啊 當這個同樣的民調再去問 台北市民願不願讓柯文哲做總統的時候 也是超過半數 不希望柯文哲去選總統 所以無所謂了 我覺得這個不是說 會是一個怎麼樣去解釋的問題 但是不會是在大選裡面一個 非常致命的傷害 我覺得對韓國瑜來說 怎麼樣充實政策的內涵 而且很容易變成一個庶民的語言 把複雜的問題 把它講成庶民的語言 讓大家信任它 我覺得是韓國瑜最重要的命題 也是啦 就是說我其實也覺得這個韓國瑜 當然應該要不斷的充實 他的政策內涵 可是這幾個月下來 我覺得這一塊他的努力上面 還是應該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也希望他可以趕快把這一塊趕快補強 而且高雄市政 我也覺得說 如果他原本的這個高雄市政的政績 如果沒有一個好好的處理的話 恐怕對於總統大選來說 我認為還是對他會有一些傷害啦 畢竟他是第一任 而且才剛上任五個月 那這件事情我覺得對政治人物來說 其實都是一個需要被突破的關卡 這是要接下來我們還可以持續來進行觀察的 不過另外還有看到就是在民進黨的部分 民進黨感覺上有一些進度囉 這些進度就是明天要舉辦一個證監會 然後會有三位提問人 下個禮拜開始就會要進行這個電話民調 可是在這個禮拜當中 我們看到其實雙方陣營 包括蔡英文跟賴清的兩邊的陣營 其實支持者的動作都還是蠻多的 譬如說獨派他們繼續的登廣告 要求蔡英文總統要之所進退 然後李遠哲他說 蔡英文總統可以休息了 顧寬敏這位獨派大佬說 蔡英文可以休息變成台灣國母 讓年輕的男孩子賴清德來繼承 就每一句話都有很多的重點 然後網友都有高度的這個 不同的這個批評啦 那所以在這個連署人當中 認為說蔡英文你做四年可以了 可以換人換賴清德來接手 請他放棄一己之私以民進黨前途 以及台灣興衰的絕續為念 要之所進退啦 然後就是請民進黨全國通報支持賴清德等等 那所以雙方支持者其實動作都很多 這件事情在民進黨裡面 初選過後會不會也成為一個可能分裂的因素 這個要請教民進黨的議員呢 其實我這些獨派的老男孩 也不是第一次登廣告 就是希望說蔡總統他支持不要再選連任 我記得他第一次也有登廣告 那是登廣告其實效果很差 因為剛好 在習近平嗆聲 對剛好在習近平嗆聲 然後蔡總統回應得非常得體 而且非常的大聲的時候 然後發現說這群老男孩就是登廣告 然後說叫總統說 這個希望你之所進退不要再選了 我們現在真的都改了嗎 他們是老男孩的 因為要呼應顧寬敏嘛 因為60歲都算是年輕男孩 他們算是老男孩 我們還在青少年 對對對 我們算是幼兒期 對 那所以說 其實獨派他們的登廣告的效用 我覺得有限了 因為其實 大家也知道說 他們的立場其實就是支持賴清德的 對 那所以說 也不會說因為他們登了廣告 然後說這個希望蔡英文不要選了 然後對蔡英文的支持者 會有任何的影響 我覺得不會 那因為要登這個廣告 也是因為說明天有政見發表會 然後接下來 民進黨有連續的五天的 這個電話的民調 那所以他們就選在這個時間 來刊登這一個廣告 那我認為是效果是有限 那我也不認為說 最後不論是蔡英文 或是賴清德出來 獨派 他就真的說 如果今天是蔡英文出來 獨派就不是蔡英文 那我認為說 那你就不是真正的獨派 因為你的獨派到底是 你不支持蔡英文 難道你要去支持 國民黨的候選人嗎 或是說你寧願不支持 然後你就投廢票 或是鼓勵大家不出來投票嗎 那我不曉得 你們的獨派的定義是在哪裡 那而且連賴清德都講了 就是說他如果當選總統的話 他也不會宣佈台獨啊 那就是說 所以說獨派想要的東西 跟賴清德想 他現在所呈現出來的 我認為賴清德現在所講的 跟蔡英文所講的 並沒有差距啊 兩個對於說 台灣主權獨立的說法 或是說 捍衛中華民國主權獨立的說法 我覺得並沒有差別啊 那所以獨派對於蔡英文 或對於賴清德的喜好 我認為倒不是因為說 蔡英文沒有堅持台灣主權獨立 我覺得純粹個人的喜好度而已 所以你對於下一個階段 兩個人的這個蔡跟賴之間的合作 或者是修復 你覺得是有信心的 我覺得我是有這個信心 因為我認為兩個政治高度 都已經這麼高了 那他們也知道說 其實2020對 不管是對民進黨 或是對台灣來講 其實是非常艱困的一戰 那如果兩個都是為了台灣 是為了台灣的主權 不是為了這個民進黨政權來講的話 應該就是可以拋棄 在初選的時候 初選打到現在其實後來有點火 我覺得有點火氣了啦 那我覺得這樣 罵很兇耶 對 罵得比較兇了啦 那所以說 我認為還好就是 下禮拜就開始要電話民調了 那所以電話民調 我相信大概下禮拜 民進黨總統的候選人就會出現了 那出現之後 我覺得不論是蔡英文或是賴清德 就趕快先做好 黨內這個整合跟團結的工作 因為你畢竟 你現在只剩下半年不到的時間 明年一月就要選舉了嘛 那所以你剩下半年不到的時間 你要跟你現在的蘇院長 這個蘇貞昌蘇院長 你的政績要趕快配合起來啊 讓人家知道說 這一個民進黨到底 甚至價值半年還有什麼事情可以 這個政績可以推出來的 我認為現在 蔡英文民調的支持度有領先 或是說有比以前還要高 就是說他跟蘇貞昌之間的配合 那端出了很多政績 而且行銷我認為也很到位 所以讓很多人覺得說開始有感 像五月份的時候大家要減稅 開始要繳稅減稅 那大家就覺得有感 那接下來一些政績 我覺得慢慢的一道一道這樣推出來 那民眾覺得說 民進黨除了雇主權 那也是可以 那也是可以 也可以鼓勵搭鬥啦 就是說 不要說好像只有雇主權 然後拼禁忌這一段 好像只有國民黨會 拼禁忌是民進黨是扎扎實地做到 不是就只有一句喊這個喊口號 發拉財這樣子 好 至少我覺得看到民進黨的初選 是有在往前進 有進度的啦 不過我要請教意中 就是說你在當高中的公民老師 對於年輕人來說 如果他們看到這些老男孩們的 這些連署登廣告 他們的反應是怎麼樣 而且還包括了像 像賴清德他最近也買了很多廣告 我看到很多地方都有他的廣告 這個東西我們等一下請這個 這個Mr.Data來跟我們解釋一下 那賴清德其實對於政策上面 他好像對於年改這件事情 他也提出了一些 是不是也可以修正 這些對於年輕人來說反應如何 當然是不佳 就是說我覺得這些所謂的獨派大佬 蔡英文跟賴清德只差三歲 所以你說差三歲 就是一個是年輕 然後一個就是國母 這個三歲的差距 國母跟年輕男孩 我覺得這個差距會免太小了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些老先生老 不要在這個時候出來攪局 就是說你反而是在幫蔡英文 天柴火你知道 就是說他們講了這個以後 讓蔡英文的聲量又更高 年輕人本來就不太喜歡 賴清德 然後就本來就比較偏向 喜歡蔡英文 這個是事實 那但是你在這個關鍵時刻 你們這些老前輩又出來 這邊放火的結果是 你只是讓賴清德變得更 所以賴清德整個平安磨磨 你知道當顧寬平講這個話的時候 賴清德整個臉都綠掉 就是說你不幫忙就算 然後你還幫倒忙 所以我說這個真的是 這是第一點 那 那第二個就是說 但是我也 我剛剛葉昆辰議員說 什麼你們選後會合作 我跟你講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吧 不容易 我們在心理學上學過一句話 心理學 我要拿公民課的心理學講 就是說 言語的傷害啊 言語的傷害 就像釘子釘在木板一樣 你把釘子釘在木板 然後等到 雖然你把釘子拔掉了 但是那個 有一個洞 傷痕是不會 你是沒有辦法擦掉 所以 這些過程中 我在這裡面就是說 因為網友當然網友不要 有些網友是英粉 有些網友是賴粉 但是顯然英粉比較多 這是事實 所以你可以在網路上 你現在打關鍵字 打獨派金孫 打賴清德 後面就接說謊 就是說 他已經被扣上了這些 就是說賴清德你騙蔡英文 就是說 你自己答應蔡英文不選 但是你後來出來 但是賴清德自己後來有澄清 就是說 只是說當他們在3月8號吃飯的時候 蔡英文跟他說 2020看我們 但是賴清德只是說 他說沒有 你沒問我啦 等3月10 所以這個裡面 其實雙方其實 政治上有點誤會 但是 你把他扣上一個說謊 這些事情就變得很嚴重 所以 我相信賴家軍這一邊的人 其實 看起來 我覺得看起來 賴清德應該掰了啦 他民調應該是 真的嗎 我們等一下就要來看民調 我看是掰 因為因為 我看是不會過的 但是問題是 對我來講 支持者不是在意誰出現 我們在意的事情是 出現了以後 另外一方 你要怎麼去安撫 到現在我們還看到 還在攻擊的結果是 我覺得他們 分開了以後 我跟你講 這些人絕對不會 去心甘情願去支持蔡英文 這個是 蔡英文民調現在是3個裡面 本來就比較低了 然後你現在賴清德又這樣子離開 賴家軍又離開 那賴家軍不見得會說 那我去支持別人 這個有點說不過去 但是 他不支持 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所以我現在 比較悲 那你剛剛講最後一個年改微調 賴清德這個其實講的是有一些 確實有一些綠營的支持者 包括我很多朋友 對年改也是覺得有點 就是做過頭 就是說這是事實 我們有時候還要知道 在年改上我是被列為綠營戰犯 人家跟我說要血債血緩 我在節目上是 講到被血債血緩 但是這件事情 後來連我都覺得有點不滿意 就是說 確實是改得有點too much 就是說 我們支持年改 但是 後來比方說188是6年 所以麥清德說要把年改稍微 所以說修正 微調 這件事情是有吸引力的囉 對 當然年輕人 因為年輕人本來就沒有 所以他們年輕人反對 但是對於這些 你們要知道 全國的軍公教不是只支持國民黨 很多民進黨的人也有支持 所以這裡面我覺得也是有幫助到 是剛剛有不一樣意見 這一句話 就是我從非綠觀點來看 而且大家都是綠營討論這個事情 你應該很高興看到綠營分裂吧 不會啊 我覺得這對我們來說 也是一個很棒的一個政治教材 好 而且我覺得很多非綠跟中間的人 因為有點同情賴 有點同情賴清德 第一個他被國家資源被這樣子 一直壓迫 然後被很多的資源這樣打 相對來說他就顯得 有點事單利孤了 有點劣勢的感覺 有點悲壯感 所以他的 我自己接觸到很多中間選民 或是淡然的 沒有什麼在什麼綠的這種社團裡面 或論壇裡面發表意見 很多人是對賴清德是有點同情 我們要來看看這個 ET Today新聞雲他們說 他們獨家取得了一份這個 民進黨內部的一個民調 如果是撒卡都的狀況底下 蔡英文26% 韓國瑜32% 柯文哲24% 如果是賴清德的話 24% 韓國瑜30% 柯文哲28% 如果是用初選的話 蔡英文跟賴清德相比 應該是蔡英文會出現 好 在年輕的族群支持度的方面 20到29歲 蔡英文有33% 韓國瑜只有13% 柯文哲最高42% 那賴清德年輕族群 哇只有17% 韓國瑜更慘12% 柯文哲57% 這個部分我要請教這個 謝平謝博士 就是說 我們因為年輕族群的支持度 現在大家所有的政治人物 都極力想要爭取 在這個狀況底下 看起來 柯文哲我們都知道 年輕族群 他是壓倒性的獲勝 所以 蔡英文是唯一一個 跟柯文哲有 稍微有能力搶年輕票的一個人 因為看起來 韓國瑜跟賴清德 都只有十幾%的年輕人支持度 對啊 從我們那個政壇形勢的分析 可以來看 你就可以看到 就 蔡英文其實這 這一個多月來 或是這一個 或是甚至從今年1月來開始講 他一直都保持在一定的高度 他的全粉 他的粉也很厚 很厚實 而且他持續有在拋住東西 因為這是他的利基 就是 他現在是總統 不管軍機飛過來 習近平講話 他去回應 他都有角色 他都有角色 然後再加上同婚 然後在現在他有 他有做了一些什麼 辣台妹 注音台 這些比較符合年輕 他的注音台反而是 他這個禮拜 能夠撐住這麼高 一個很重要的意思 對 當然還有像六四這種 只要跟台灣主權 民主相關 他出來講 他都會得到 很大的升量的支撐 那他的那個自己的粉 就會維持在那個溫度上面 那可是你看賴清德 賴清德 在我們這麼久的這樣觀察以來 他其實跟王靖民很像 就雖然說賴清德很高 在右上 王靖民很低 可是他們兩個是同一類型 在經營的成果上面 就是 你很少看到他 往左往右動 或往上往下動 就是這樣 嗯 那代表就是說 關心他的人 支持他就是那一票 所以 呃 像王靖民講說 就圈粉能力 對 圈粉能力 你不會漲也不會消 就是那一票死中的人 就像王靖民昨天有這麼大的新聞 那賴清德 你看這個禮拜 他 李遠哲 連署 要請他之所進退 對 那顧宽敏也說他要讓 然後他自己也講了說 靈感要微調 甚至他一再重申的說 他不會 他當選了總統 他不會再去 說要台獨這件事情 其實他 一直在丟出訊息 可是 關注有 就是那些人 那新聞過了 就沒了 就不會反映在那個政壇的形勢上面 所以 他沒有 他不會長大長胖 或是長高 那就是維持在一個那個 那樣的能量在 對 那所以 這份民調 跟我們的那個政壇形勢 這樣對比起來 我覺得是有符合的趨勢 趨勢是一致的 可是我們要回到第一張圖 那個 開箱大數據那個圖 有一個人 柯文哲 我覺得這個東西 也必須要好好討論一下 也因為說 這個蔡英文跟柯文哲之間 比較是具有 爭取年輕選票這樣的能量 可是你看到這個禮拜 柯文哲他過去高度都有 對 他為什麼這個禮拜 是都被搶光了嗎 為什麼柯文哲跌這麼多呢 他的高度上面直接摔跤 對啊 其實 剛剛施剛跟 易中老師講的 我覺得都很有道理 都完全對 像 施剛剛剛有講說 韓國瑜 如果不選 他的票會跑去哪 不見得會跑去 郭台銘會跑去柯文哲那裡 那韓國瑜這個一掌 把外部討論都帶走 那當然有 把柯文哲一些關注度帶走 加上柯文哲上個禮拜 基本上沒有丟出一些 太大的議題 那 蔡英文本來就是年輕人很強 剛剛易中老師也有講過 那 那網路上柯文哲年輕人講 當他沒有持續的丟出議題 新鮮感的時候 那這一週 又有六四 又有住英台 這些有趣的活動的時候 那 版面節等於是被站走 那就會關注蔡英文 所以他當然就掉下來 所以柯文哲這個禮拜的表現 其實有很大的人 都跑去分心關心了蔡英文跟韓國瑜 但是這對柯文來講 我覺得是一個 不好的賽 就是他可能是個危機 一個警鐘 就是說 你的 你如果不持續丟出一些東西 把你的溫度保持住 在大家這樣蠶食的狀況下 你有一天也有可能會 你回不到A咖 一直待在B咖 甚至又要去C咖 都有可能 他如果成為一個固定性的狀態的時候 他就再也搶不回來 過去的那些支持的粉了 對 所以我覺得在這段時間 是可以去觀察柯文哲 他到底有沒有上來 不過易中剛剛一直跟我偷舉牌 他說他不認為是這樣 但是我們要休息一下 才能讓易中繼續發言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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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